大家好,我是麦克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塞斯资料 健康之道第六章的第一部分 那第六章的标题是健康与疾病的状态 那我们先从第一小节 1984年4月20日 星期五下午4点12分开始的 昨晚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 真打电话来 这是医院里的伊丽莎白护士 然后另外呢 他们有个朋友叫伊丽莎白 我们的德国朋友留给我一个柠檬蛋糕 并带了一个复合节里兰给真 这两个同时都叫伊丽莎白 如昨天塞斯建议的 今天我们试着做自由联想 它很有效 而且是当真要我给他倒杯水 我将我的笔记本掉在床上时 自动自发的发生的 我很累 而多少有点恼火 而他立刻借由我这儿 接到了 这种自由联想 就是他给真倒水的时候 他把他的笔记本掉在这个床上了 他开始了真的一连串的联想 而他追着这些联想们 同时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提到他们 以下是当他在说的时候 我写的这个批注 当真请我做什么事 我仿佛恼火 而将我的笔记本丢在床上时 他立刻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恐惧 这是他感到强烈的恐惧 怕他令我恼火到超过我的忍耐度 这是个怕让他恼火的程度 超过我的忍耐度 他无法承受我对他生气 对 真怕这个罗对他生气 这立刻的引起他小时候的感觉 那个时候 避免别人的不赞同是极为重要的 他一定要避免别人的不赞同 尤其是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叫玛丽 而甚至在大学里也是一样 真怕如果令他妈妈玛丽生气 玛丽就会生病而亡 玛丽 习于告诉真 母亲生病是真的错 而真的外婆还有管家死了 也是真的错 他母亲经常说 如果你不小心 真说 你可能自己受伤或伤到别人 就是真的母亲 从小告诉真 就是因为真 她母亲生病 等等 所以说这是对真的一个 从小的一个 错误信念的一个植入 真也觉得 这些刻可能要成为更多的 这些刻可能要为更多的死亡 或者伤害到人们的负责 回溯到一开始 他一直非常害怕 为在路易斯安娜 患有僵硬 会有多重硬化症的女人 举行赛斯课 在那个时候 真感觉有帮助她的责任 基本上 真不想与病人 有任何的瓜葛 怕她在课里的伤害 他们 怕她在课里伤害他们 就真的 其实对这个 有一个 比如说路易斯安娜 有一个患这个 僵硬症的女人 寻求帮助的时候 想让真给她上一件 赛斯课的时候 真给拒绝了 真躲着这些事情 她怕跟这个病人 有任何瓜葛 真不想跟病人 有任何瓜葛 因为什么呢 因为怕她在课里 伤害他们 她害怕自己 会在课里伤害他们 就是因为她小时候 这个信念 就是这个病人 她妈生病 她觉得是因为她的错 而她觉得别人生病 也可能是她的 传递错了信息 真不认为上课 会伤到她 虽然她常常觉得 她没为自己传过来 足够的信息 我们谈到其他的 相似的情况与事情 而她有时候 而她有时 欺然欲气 所以那么 必然 有情绪在 她肯定有情绪 我并不真的认为 我们说了任何 崭新的东西 她说的都是 车骨骆话 就是这个 真说的东西 都是车骨骆话 还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自己 还担心自己 说的东西不够好 伤害到她的读者 她在寻求她帮助的 这些病人 但去复习那一切 也很好 我解释了我的看法 说她没有必要 跟自己讨价还价 像她以前告诉她 告诉我她会的 我说 那在 我说 在同时 既健康 又有才干 随你选择 用自己的能力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你可以既健康 又能干 而真认为 如果因为自己太能干 就可能影响到健康 而罗说 你可以选择 既健康又能干的 如果她不选择 去与病人打交道 世界不会提出 任何一种批评 就是她 认为她不选择 跟病人打交道 就不会有人批评她 之后 她说了好几次 她想上一课 我还以为 她可能会放弃 她的赛斯之声 比平常大声了些 然后赛斯就过来了 赛斯说 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他们俩说 赛斯午安 赛斯据说 你们以一种 好而惊人的方式 开始了你们的自由联想 以至于鲁伯 变得有意识地 捐查到一些 以多少 变盲目的 她自己的心态 以前是盲目的了 现在已经 可能觉察到了 不过 告诉她 她已经不 她进步的 很多 够多的了 以至于不必要担心 任何的退转 我们已设立了架构 将阻止她 告诉真 不要担心会退转 她会越来越好 她说 现在开始口售 下面就是关于书的 一些内容了 在你们更明确的讨论 与健康和不适 有关的人类的 人类情况前 让我们考虑 所谓的健康与疾病的状态 就在我们讨论 健康和不适 有关的人类的情况 这个不适 其实就是跟疾病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词 是很类似的 都是disease 让我们考虑到 所谓的健康和疾病的状态 如他们 以整个的行星的说法 以及如他们 在所有的物类中的运作而言 她在讨论 健康和疾病的状态 这将给我们一个 远较广大的架构 在其中 去了解每个个人 符合整个画面的方式 他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 这句话塞斯说的是 我们现在从一个很大的角度 从整个地球的角度 从整个人类的角度 我们来讨论健康 在我们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当中 或者在我们这个物种中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非常高的架构来看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了解 每个个人了 通过这个大的架构的了解 你了解每个个人 在整个的画面 这种方式 你怎么个人来适应 这个大的整体的 关于疾病 健康与疾病的这个状态 的这个整体的架构 个人的小的架构 要符合这个大的架构 请等我们一会儿 我们将开始下一张 题目就叫做 健康与疾病的状态 整句话在括号里 我在这张的整个标题 它整个都在括号里 它是带引号的 就带这个 这种的 为什么加括号呢 我在这张的整个标题里面 加上引号 以强调标题是 心怀你们对健康与疾病的概念而写的 不过事实上 不管对自然 事件的表现 表象与误读 你们平时对疾病的概念本身 就是沙文主义的 叫内 就是他一个叫大声的 是以健康 而非 而非性的 沙文主义而言的 他的意思是说 他说我们不要管表面上 我们对健康和疾病 有怎样的一种误读 我们现在就讨论 关于疾病 这概念本身 就是我们不管你是怎么对疾病的误解 就是你们人类的这种观点 我赛斯呢 是从一个更高的 更纯粹的角度来讨论 关于疾病 健康与疾病的这个话题 基本的说 只有生命状态的存在 经由他们的合 他们的合作 你们整个世界 维持住 其实相 实体 生命 以及外星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 从根本上来说 只有生命状态的存在 就是生命的有不同种状态 包括健康 也包括疾病 他都是生命的不同状态 由这些不同状态 他们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 也就是疾病并不是健康的一个敌人 疾病和健康之间 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 然后我们整个世界才能维持住 整个世界的实相 实体 生命 以及外形的 整个的架构 然后塞斯想说的是呢 如果没有你们认为的这种疾病的存在 作为这个生命形态的一个部分 就根本不会有完整的一个生命形态 也就是我们之所以活着 或者是我们之所以有这样一种生命状态 是因为有疾病这种状态的存在 他们是一个完整 一体不可分割的 所以就说如果没有你们所认为的疾病 根本就不会有生命的形态 没有疾病就没有生命 你们的实相要求物质与非物质的经验到一个稳定的起伏 我们的实相 在我们的世界里头 要求物质的和非物质的 它是一个稳定的 就是各自的 起伏的状态 就是从物质的 就是物质的 非物质的就是非物质的 我们的世界里头 它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 一种内在的关系和相互之间的转化 我们的 我的读者 你们许多人都了解 如果你不睡觉 你会死 在活着的时候 有意识的抽回精神生命 使得正常的意识经验成为可能 他说你们都知道不睡觉会死 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是你的意识已经抽离了你的觉知 或者说你在一种 意识休息的状态下 你才能保证精神和意识的活跃 他用睡觉来举例子 那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子 如果不睡觉 你就会死 也就是意识 如果没有一个意识休息的状态 或者一个意识缺失的状态 就不可能保证 意识一个持久的一个 活力或者一个存在 所以不必说 没有死亡与疾病 因为两者携手而行 那么正常的肉体存在 就不会是可能的 就没有这些 肉体就不可能正常的存在 肉体的存在 依赖于我们所谓的死亡与疾病 这么是一个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和死亡与疾病 它们是携手同行的 如果人们那么害怕疾病 虽然人们那么害怕疾病 但人类却从来没有被它毁灭 人类被任何疾病毁灭了吗 没有 而尽管疾病之仿佛不断的骚扰和威胁 生命却以一种整体的稳定性持续运作 虽然疾病不断的骚扰 就新的病毒啊 或者新的病症啊 或者新的这个状态啊 病的种类出现 但是就整体而言 人类整体来说 生命是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方式在运作的 不会说因为病而被消灭了 一般而言啊 对所有的其他的物种也是一样的 包括植物和昆虫啊 也符合这个更大的画面 所有的其他的鱼类和鸟类也都一样 就是万事万物啊 这个世间的动物植物啊 生物都符合这种状态 什么状态 就是死亡 是他生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在别处说过啊 没有一种物种曾被灭绝啊 没有什么物种灭绝过 而以那种说法也没有疾病病毒或者细菌 曾全然的由地球表面上消失 如果说没有一个物种消失过 那也可以说没有一种病毒疾病和细菌消失过 首先病毒改变了他们的形式 以你们的说法 有时以无害的 有时以致命的形式出现 病毒会改变 像我们现在的新冠一样啊 曾经那么的危险啊 现在啊新冠病毒已换了一种无害的方式啊 继续存在啊 我每个人都得过了新冠啊 但是也没有啊 像以前刚开始那么大的这个危害性 或者致死率 所以说他的这个啊 伤害没有那么大了 而所谓健康和疾病的状态 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啊 不断的在变 而以那个更大的说法 疾病本身也是一种健康 这句话很重要 从某种角度来说 疾病本身就是一种健康 因为他使得生命和健康本身成为可能啊 全部都是热 相当热气的啊 再次说 从高刚的角度来说 疾病也是健康啊 如果没有疾病 就没有生命的存在 后来我们将讨论 这对你们个别的人有何意义 再次说 我现在讨论这个非常笼统的一个整体的架构啊 讨论疾病和生命的之间的关系 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对你们每一个个别的人 啊 他有什么意义呢 但就目前 我想强调一个事实 虽然将疾病 想做是一种威胁啊 想做是一个威胁 一个对手或者是一个敌人 可能似乎是非常自然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 再次强调的是 虽然你好像把疾病当成一个威胁 一个对手 或者一个敌人 可能似乎是非常自然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受苦啊 这个suffering 这个主题显然与手头上的主题 有极重要的关联 受苦 与手头上的主题显然有极重要的关联 但基本上来说 疾病和受苦并不必然相连 很多人都认为疾病就是受苦 但他说这俩并不一定相连 就生病不一定痛苦 受苦与死亡也不必然相连 也不说死亡就一定要痛苦 受苦的感受以及疼痛 的确存在的 有一些是相当自然的反应 而其他的则是对某些事物 学来的反应 有些他说痛苦 这些感受啊 或者是忍受受苦的感受 痛苦的感受 他有些是真实存在的 真的是痛苦啊 真的是受苦 但他有些是对一些其他的 事件我们学到的 这个东西应该是受苦的 什么叫学到的 觉得应该是 我能举例来说啊 比如说我们赤脚走在火床上行走 极可能会引起你们的 我的读者们的感觉最尖锐的疼痛啊 就光脚走在一种烧红的 这个火床上 你想想就会觉得很痛 这就是你学到的 你说不对 那是真实的 可是同时 在一些原始的社会里 在某种情况下 同样的状况 反而产生狂喜 或者喜悦的结果 他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头 在同样的双脚 走在火床上 火床上啊 反而导致一些人产生狂喜 和喜悦的结果 这同样的事情 有的人觉得是受苦 有的人觉得是狂喜和喜悦 这就是他们对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这种行为啊 所带来的这种感受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说你看到很多时候 有些行为 你认为是非常痛苦的 忍受的 对有些人来说啊 他是在追求这样的一种 享受和感受的 虽然这句话说起来 可能有些人不太好理解 但是啊 他在实际情况中 确实是有这样的 现象存在的 那么我们暂且要以疾病 与受苦分开存在的样子 来讨论他们 我们先把疾病和痛苦分开 来讨论 然后我们将讨论 痛与受苦 以其含义 说为什么人要受苦 要是痛苦 然后赛斯说 我们先把他跟疾病分开来讨论 讨论痛苦 我们就讨论痛苦 讨论疾病 我们就讨论疾病 而疾病本身 并不一定非要带来痛苦 不过我真的要提到 痛苦 疼痛 及受苦 也显然是重要 而活生生的感受 这也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就痛苦和受苦 疼痛和受苦 也是一种感受 所以是身体可能的感受 和绝受经验的 全部功能之一部分 就你所有的感官系统 或者感受系统中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感受这个痛苦 它作为你的整体感受的一部分 因此 它也是我们生命活力的一个记号 证明我们活着的一个记号 包括你感觉到疼 感觉到痛苦 这都是你活着的一个标记 或者一个提醒 而在其本身 当他们学着 他们伴做学习性的通讯的时候 往往会为 回到健康负责 他说 我们比如说经常会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还是醒着 我就掐一下自己 把自己掐疼了 如果感觉到疼了 你就知道 这是醒着的 这不是做梦 为什么疼 让你觉得你是醒着的 而不是做梦呢 就是疼 让你感觉一种活着的感觉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如果你感觉不到疼了 其实你也感觉不到生命的这种真实的存在了 而在我们平常学习的 在社会中的感觉 我们就会认为 疼或者痛苦 就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和表现 而其实 疼和痛苦 也是你活着的 另外一种表现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赛斯这里面的逻辑 如果不疼了 也不能证明你真正活着了 所以说不要把它跟健康 挂上钢说 我一疼 就是因为我不健康了 它只是你众多绝授中的一部分 所以疼痛 既是不舒服的 乃刺激个人去摆脱它 因而常常促进人类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因为疼让你不舒服 你想摆脱这个疼痛 就让你从一个所谓的不健康状态 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所以疼痛对你来说 对某种角度上 你而言 是一种有利的 有益的 而非不好的 换句话说 当一些疾病到来的时候 因为一些提前的 伴随着疾病的疼痛 会让你早点注意到这个疾病 而采取一些治疗措施 如果你没有任何痛觉 或者疼痛的感觉 当这个疾病很严重的时候 你都不会知道 甚至知道病死的时候 你都没有任何的觉察 所以说没有痛觉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人体的微妙和美妙的地方 换句话说 疼痛也是你活着的 或者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非反面 然后口售结束了 同时再次接受了提醒鲁伯 她的确是宇宙疼爱的女儿 她提醒鲁伯 她是宇宙疼爱的女儿 而她的父母也是在海洋 也是海洋与天空 就与是她的父母一样 就是如此 口售结束 她说的话意思是什么意思 因为真觉得自己的母亲 患有这么严重的疾病 所以说她因为遗传 也会患有这么严重的疾病 那赛斯说 那其实不仅你的母 父母是你的父母 那种天空 大海 宇宙 也是你的父母 而他们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疾病 她想让真换一个信念 不要认为觉得自己的母亲生病了 自己一定会得同样的病 不过我也相当频繁的 关照你们自己的情况 并将我的支持给予你们 在4点50分 我很高兴 我上了课 真说 即使时间已经晚了 因为她有你要的资料 我做得不错 我能够使头脑清洗 并得到这个资料 她似乎感觉很好 而我告诉她 她做得很好 而本节深入的 深入了昨天在课程结束时 我记下来的 有关我们的世界里 健康与疾病的角色问题 就是罗一直在追问 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里会有人生病 为什么有人会因为生病而痛苦 为什么会有疾病这个东西 在世界上存在 为什么不能让所有人 没有痛苦 没有疾病呢 这是罗前几天 或者昨天 或者是在这个最近这件事 一直想问真的一个话题 在这一节里头 赛斯算是给予一个完整的 或者一个正面的回应 告诉他 痛苦或者你认为的疾病 是我们生命形态得以保持的 必不可少的部分 也就是是我生命的 组成的部分之一 他并不是不健康的 他反而会有利于我们恢复健康 促进我们回到健康的状态 在9点04分左右 我在打此节的时候 真在卡拉的帮助下打电话来 他说 卡拉告诉他 一年前 他在4月20号那天入院的时候 卡拉在值班 我没有记得这事 真也没有记得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节 是1984年4月22日 星期天下午3点35分 今天1984年4月21日 没有上课 但我们做了一些自由联想 所以我在此将写一个摘要 而随着记忆节课 和更多的自由联想 他们的自由联想 无论何时 当他们传过来的时候 他们最近几天 一直在做自由联想的练习 就是想到哪 就想就记下来 但是把这种自由联想的方式 是作为一种练习 他们一直在做 然后在 由于昨天真的这个传过来的资料 我有几个问题 我说这些年来 他的病可能令我们损失了 至少半大书 就六本书 这个评论引发起 他的一个响应 事实上 今天他提到了他 现在他说 他什么也没做 除了每天做一点之外 真说他什么也没做啥 每天做一点那种 就这些书就写完了 我认为 就他最自发的天性而言 最自发的天性而言 他曾以一个最不幸的方式 由我处 见到了自律的这个概念 真原来是一个 没有自律概念的人 是一个完全的自发性的 自由的天性 但是罗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你通过他记录 打字 整理 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然后他说非常不幸的是 真把罗的自律给捡到了 就变成自己的一个信念了 我们谈到 他的心灵 为何曾这样做 为什么去自律 他同意 在医院里 他是被保护 不必去生活的 在医院里 不用去考虑生活的问题 被保护的 其实虽然也是被限制的 他也认为 他个人无法实践赛斯资料 这一点很关键 他也认为 他本人也认为 他个人无法实践赛斯资料 这是他的原话 所以你就知道 在赛斯资料的这个有效性上 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或者是一个范例 也就是他并没有非常好的去实践它 他没有办法实践 他自己的精神作品 赛斯资料是他的精神作品 但是他却无法实践赛斯资料 一个非常好的形容是什么 那个高质量的精神作品 他的症状有令他 数年来离不开他书桌的这个用处 就他现在这个行动不便 可以让他 这么多年来 一直只能守着这个书桌 因为他行动不便 去别处也不方便 天天只能在书桌上 写字 或者是写书 因为他害怕 如果不去管他的话 他会飞开到某处 而不做任何事 因为他怕自己太过于自由的天性了 如果身体不能成为一种限制 让他留在这写作的话 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干别的去了 他的症状以及现在 比如说医院 保护他不受批评 看医院里头没有人在批评他 消除书的巡回演说 这是本来他应该给书 做玄国的巡回演讲 这个也取消了 那整个事情 整个关于书的推广 在一开始 他就被苏玛丽吓到了 在苏玛丽是非常自由的 天性的一部分 正如在1963年 课刚开始的时候一样 但同时 他也非常的好奇和有劲 他也对课间的考验 犯错的可能 以及教神会感到了害怕 他非常好奇 但是他对课间的考验 什么叫课间的考验 就是他们那段时间 老去考验一些 这个超感官的体验 比如说他把一些内容 写在信封里 然后他让赛斯去猜 这信封里的内容是什么 犯错的可能 就是有可能犯错 以及教神会 就是他们会 时常会组织一些 所谓教神会 就是比如说请赛斯 通灵的时候 来到了众人面前 这叫降神会 就进入通灵状态 让别人看到 展示给众人看的状态 以及他会被称为一个 歇字地理的女人 这都是真害怕的东西 一个爱出风头的人 这都是他怕形成的 做对了 不像做错了的 这份 这份量大 对 很好 时不时的 今天资料 今天的资料带着泪水 也就是说 在真的感觉里头 做错的分量反而大 就在他对自己的认知里头 他觉得他做错的部分 多于他做对的部分 这是真对自己的整体判断 你看第一个 他不去践行赛斯资料 第二个 认为他在这个赛斯资料的传递过程当中 他很多 他认为他做错的地方 多于做对的地方 我在 我讲到第一节 真为 这是第一 就是在课里头 哪一节里头 第一次记录 真有他的身体的症状 找这个记录 比如说在1965年的时候 这很早 11月15日 这是第208节的私人课的部分 这是他第一次记录 真的症状 然而他说对他而言 整件事情真正开始于是1966年的6月 我们去了一个关于塞斯密件的一个party 的前一天 我们的朋友想要庆祝他的第一本书 通灵的书 就是来自灵界的信息 可能不是这本书 不是来自那本书 是他的第一本书 就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也是通灵的 他朋友庆祝他自己的一本通灵的书的出版 他第一次提到了塞斯 在这次会是party上 他在派对上读诗 而不肯谈那个第六感的书 他只讲他的诗 他不讲 他提到了塞斯 但是他不讲跟塞斯有关的东西 他也不提他朋友写的那个通过第六感 通灵的这种书 他觉得太窘了 太不好意思了 一个奇怪的保护性的行为模式 就他自己有非常强的通灵能力 但是他是非常不认同 或者排斥 或者是不能接纳 甚至觉得是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真的行为模式 他底层信念 真说在意思就在1966年的时候 他就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这种保护性的行为模式 就是不敢让别人知道 他有这个通灵的能力 也不想讨论这件事情 在4点40分 当我问他 很明显的 他的症状正朝着极大的问题前进 他的心灵为何没有挺身保护他的时候 他快哭出来了 罗说你的这个身体越来越糟糕到 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 你的内在的心灵为什么不出来保护你 真快哭出来了 他说 他的心灵的确挺身而来保护他了 当然 不然他早已经死了 真说 他的心灵确实挺身而出了 否则的话 他活不到现在 所以说你可以见 真的底层心念 对自己内在的评判和伤害 有多么严重 他提到各个不同时期的进步 就比如他的心灵 怎么来保护他的 他写他未完成和未出版的自传 比如说 由那个沃土 这他没有出版 还没完成的自传 他出版了的小说 超零七号的教育 这是一系列 等等 但是每一本新书出来 他都会变得更糟 他身体会反而更糟 欺然预期的 他说 他哭出来的说 当一本新书出来的时候 他并不需要变得更糟 还剩下什么 还剩下什么呢 这实际情况是 每出一本新书 真的身体状况 就每况愈下 为什么 是因为他觉得他出书 或者是通灵这件事情 他觉得做的并不对 做的不对 因为他无法百分之百确信 他传的这些资料是有效的 而且是有益于众人的 虽然他的底层知道 这些是好的 是有用的 但是他既怕自己通灵的这个状态 而不被主流事件所接受 他也怕 他传递过来的资料 对人 对其他人甚至有一些伤害 他同意我说的 他现在有医院的终极保护了 他说最好 由此能够获得些什么 他说 挖那些感受并不好玩 他说天哪 他们最好只会票价 他说挖那些感受 真的很不好玩 非常难受 什么感受 就是他底层的这些信念 他对自己的不接纳 评判 可是第二天 他说的是 上面内容都是前一天的内容 在1984年4月22日 显然上了一课 它发生在复活节 冷嗖嗖的 灰色的一天 真读了昨天的联想资料 就是前面这些资料 他总算读完了 但却必然费了一番力气 之后我们讨论那个资料 他宣告要上一课 现在我祝你们两个 有美好的下午 赛斯来了 以下的资料是给鲁伯的 也可被用为联想的资料 他说请等我们一会儿 停顿良久 他说鲁伯觉得 他的写作 以及写作的能力 是他存在的合法理由 鲁伯认为他只有 写作 他才配活着 以及写作的能力 该补偿了所有其他的缺陷 单纯写作很好 或者写得很好 应该弥补他所有其他的缺陷 包括身体上 行动不便的缺陷 他的母亲 有助于令他觉得 不讨人喜欢 他母亲让他觉得 他自己不讨人喜欢 但他的能力 仿佛是他可取之处 虽然他觉得自己 不受人喜欢 但是觉得自己 有写作的能力 是非常优秀的 因而要不顾一切的 鼓励和保护 保护什么 保护他的写作能力 如果你写出一个 鲁博的好特质 和极佳的个人特性的单子 是有帮助的 他说你如果把鲁博的 非常优秀的 或者好的品质 给他列张单子 对鲁博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对自己 有太多的负面的看法 然后用这短短的一课 作为自由联想的 一个起点 再开始一个 新的自由联想 我也许会 也许不会回来 再次的 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 要知道我就在此 并且是可以接近的 好的 真说 3点43分 我读此节给真听 这非常短的一节课 非常非常短 他指出了真的 一些的底层的 一些信念的问题 他前面说的 真的底层信念 对 然后他给了一些建议 真的底层信念就是 他只有写作 才配有资格活着 而写作 是他一个极佳的能力 他因为这个能力的 发展到极致 可以弥补他 其他方面的缺陷 所以下方面的缺陷 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就拼命的写作 再写作 再写作 之后 我们试了一些自由联想 刚 真刚开始谈到 他想要人们 倾听他诗的企图 以及他早期的 怕人因为他的财气 而认为他有很古怪的恐惧 他早期认为 他的财气 会让人觉得他古怪 比如他写的诗 这导致他谈到有关 我母亲对他的意见 虽然我试着 让他知道 斯大拉的意见 已经改变了 就是他丈母娘 不是 他的婆婆 对他的意见 而他在后来的岁月里 真的喜欢真了 就是罗的母亲 在后面的年月里 确实喜欢真 真同意 我说 批评过去是容易的 然而一个人 反而该只试着 由他学习 并了解他 并从那开始 我们今天仿佛来到了一个了解的道路的尽头 罗说对过去的这些批评 批评过去自己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 包括过去里头别人对自己的这种不认可 包括自己对自己的不认可 这都属于对过去的批评 他只是让你学习到一些东西罢了 没有必要反复的去强调这个东西 只了解到他能我们从中学到什么东西 就已经足够了 真在年少的时候 身在大学里 他怕 他会怕别人 怕他得不到其他人的赞同 他希望别人的赞同 反之 也就是正好相反 我说 罗说的这是 既然他的能力超越了他们的 别人该害怕他们 得不到他的赞同 然后罗就开始说 既然真 你觉得你有这种超然的能力 比如说写诗 或者这种天赋 你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要强 那你为什么还需要得到别人的赞同呢 你比别人强 那不应该别人得到你的赞同 更希望得到你的赞同才对吗 一个更强的人怎么会希望得到一些比自己弱的人的赞同呢 罗是不能理解 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诡异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因此 他为什么该沉到公分母去呢 就为什么沉到一个 就是希望跟大多数人一样 而且被大多数人认可的这样的状态里呢 他明明是那些少数人 而且是优秀的少数人 真说 他从没想到那个 从没想这件事 我说 年轻人没有动见去强调他们的能力 而不管别人的意见 真是太糟了 但我恐怕 这种想法通常是随着年纪而来的 但是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 年轻人啊 在他年轻的时候 没有想到过他自己的能力 而不要管别人对自己的有什么看法 这个是太可怕了 就是年轻人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忽略别人对自己的评判 而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出来 很多年轻人还是 受这种小时候的传统观点影响 他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家长 家里人的看法 周围人的看法 即使在1957年的夏天 这时间就更往前了 刚才说的是1966年 现在到了15000年 就是大概有十年前的夏天 在宾州 密尔佛作家协会的那些人 在宾州 他有个作家协会 他们也告诉珍 他该长大 而不再渴望协作 说他该生个小孩 作家协会的那些人 他们跟珍说 你不要老天天写作了 你该好好生活 你该长大 你该生个孩子 不要像个小姑娘一样 天天的 陈觉在像文育女青年那样 不停的写作 不停的写作 而珍觉得 她的身体可能 会借着怀孕而背叛她 她担心怀孕了以后 她的身体 就 就会去照顾孩子 照顾家庭 而不会去写作了 她甚至认为 我也会 那样觉得 她认为 罗也是这么认为的 没错 我并不急于做父母 罗说 我没想做父母 但我并没有那样 想到背叛 或者是讨价还价 罗说 我确实没有想 焦急做父母 但是我也没有想过说 生了孩子 就对我的工作有影响 对我们的事业 或者对我的天赋 有什么影响 罗说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真是怕怀了孕 毁了我的事业 他把担心毁了罗的事业 因为我将全 我必须全天后的工作 我很确定 我可以有更好的反应 因为他觉得罗的工作 收入不稳定 罗现在 在当时 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如果真生了个孩子 罗就必须得找一个 全职的稳定的工作 才能养活好这个家庭 包括孩子 而真觉得 罗更喜欢自由自在的绘画 而不希望有一个固定的 稳定的工作 所以说为了不发生这种事情 他宁愿不要孩子 他认为怀孕会毁了罗的天赋 罗说 他很确定的说 不会的 他会说 有孩子 他反而会更开心 他会有更好的方案 和解决方式 虽然这是一个过去的可能性 但是罗 他们终于谈到了这个话题 我想今天重要的事情是 当我们谈话的时候 我们看见 在每个题目上 真如何描写负面的信念 和反应的 我们可以看到真 他总是抓住一些负面的东西 不论是在作家协会的时候 不论是关于生不生孩子的问题 不论在他大学时期 等等 真都是持一个非常负面的信念的 让我们看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要点 它是我们以前有过的一个想法 看起来仿佛是 我们所完成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面对着 或者不顾负面情绪 感受和信念的密集火力轰击而完成的 罗说 我们完成了这么多赛斯资料 完成了这么多工作 是在冒着 真的密集的负面情绪的炮火中 才完成的 他的意思是 你不知道真 在平常中对自己 对这件事情 有多么负面的信念 通过这件事情 他们这种自动联想的方式 可以看到一部分 从小到上学到大学 到年轻的时候 五几年 写诗的时候 二十多岁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他一直在 一个负面的模式里头出不来 不论他到了哪里 他都会把这个负面的东西捡起来 然而 他终于承认 他知道 他成功的赢得了我母亲 却非我父亲 他知道 他得到了斯资拉的这个认可 至于对他自己的母亲 玛丽 我说 承认他在那没有成功 他在玛丽那没有成功 确实是 或者是选择了撤退 或者是承认失败 他在玛丽那个问题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必要去逼自己 就是不成就不成 就是什么叫成 就是得到他母亲的认可 这件事情 他是失败的 失败就失败了 但是他对自己有很大的自责 真认为 他母亲在他是小孩的时候 就恨他 这真的认为 而甚至仍如此 当现在长大了仍然是如此 真说 母亲的憎恨 导致他需要保护 我说完全正确 完全正常 因为母亲对他的憎恨 就导致了他 一直采取了一个 对自己的过度保护状态 这对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 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 他不像那种生活在父母的 爱的这个里面的孩子 他对所有的外在的环境 他是一个开放信任 这样的一个态度 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他往往愿意过度的保护自己 把自己缩在一个非常坚实的壳里面 甚至不愿意让别人来帮助他 甚至不愿意走出来 当有人来碰触他的这个保护壳的时候 他有非常强烈的反弹 他并没有说他想要走出来 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样的 在没有保护的状态下生活 他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是时时刻刻 想把自己保护起来 珍说 当他的父亲喝醉了的时候 告诉珍 玛丽是他的敌人 显然珍相信了这句话 就真的父亲喝醉了 他就说他妈是他的敌人 是他爸的敌人 我在读4月18日的课的一部分给珍听 在其中塞斯说珍已经变得极端的害怕 那是极佳的一个课 但情况就是这样了 珍凄惨的说 珍说我知道 但是情况就这样 然后珍说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了 珍凄惨的说 我怕自己已经沉得这么深了 再也出不来了 他指的是在这个负面情绪里头 再也出不来了 一个诚实的迫切的恐惧 公然现身了 这是真实的 迫切的 就是真在底层的恐惧 他觉得他再也出不来了 就他无法从这个负面情绪里出来了 我许多次有同样的恐惧 在我一侧他的心里 为何没在这个之前 于他的症状上踩刹车之后 珍说 但我已决定 够了 就是够了 就不再延续这个模式了 无论如何 今天表达了情绪 而这个结就是一个成功 他说 有很多很多次 罗就很 就这样的一种恐惧 罗有同样的恐惧 而罗在猜 为什么他的心灵 没有在他对自己的身体 造成如此伤害之前 来保护他 其实 珍前面已经回答了 他的心灵已经尽最大的可能在保护珍了 否则珍已经活不 都活不到今天 因为他一直在一个非常深的负面情绪系统里头 一个模式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下一节 1984年4月25日 星期三下午3点10分 没有上课 以下是昨天的4月24日 我们讨论了自由联想的一个总结 今天早上 珍的心情不好 而且不舒服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 他说 他很不喜欢 他说他曾经想到死 他曾经想到死 但不想对我那样说 你看他的底层信念 珍为什么会死 他早就想到了死 他只是不说而已 他在找某些更好的事的一个信号 可以振奋他精神的一些改善 当我读3月19的课给他听的时候 以及我从前 习于来结束梦 建化以价值完成的 随比的一首伟大的苏玛丽的诗之后 他感觉好些了 真想要一些更好的事情 给他一个信号 所以他就给他读了一些诗课 和一首苏玛丽的诗 真甚至想到 请戴比哈里斯在晚上 替另一本儿童书记 或许也包括一本自传 记下口述 就开始记口述了 就打算他要完成另一本儿童书了 或者是一本自传了 今天早上护士和护士助手们说笑话 耍把戏 搞得不亦乐乎 这通常有助于令真开心 虽然如果他们做事时 做事时心不在焉 比如说 当他们抬起针的时候 他会精神紧张 他的意思是 这些护工会为了斗真开心 给变一些小戏法 说一些玩笑的话 都是为了让真开心 但是他们有时候工作的时候 确实有点心不在焉 他说这两个并不矛盾 我们讨论到有关 他们的出版社 就Prentis Prentis这个号的 这个不同的意见 这些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就我们目前的情况而言 现在一切都似乎是 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 真认为他的作品 他的诗都很好 在赛斯写 灵魂永生之前 他很怕他不会写书 真担心自己写不成书 我不曾有这样的一种顾虑 真觉得我对他的小说 反叛者的出版有些失望 他觉得 真原来写了个小说 叫反叛者 但是真觉得写的不好 他觉得罗也对他失望 是没错 我俩对那个都不看好 廉价的小说 合集的设计 也不高兴 对那个不好看的 廉价小说的 合集的设计 也不高兴 我一直在试着谈事件 在课开始前 与开始时 与真的症状 罗说我一直在记录这些事情 罗说就是我在这个课的过程当中 整个赛斯资料里面 我经常会记录 发生的一些事 就是在这个真 传述课程内容之前和之后 然后其中比如说 现在真就说 我甚至无法回家一个小时 而不会因此花费200美元 真说我要回趟家 至少花200美元 因为他现在已经躺在床上 非常不方便 可能要请专业的车 或者是这个 这个床 才能把他带回家 真说 开始哭泣了 他回不了家了 但我并没有准备好 安于我目前的处境 真说我又不安于我现状 我总想回家 我不想在医院待着 但是他说 他常常很小心的 他对我说什么 就是真很在意 他对罗说的什么 因此 他在我到医院的时候 不至于老是向我倒垃圾 真说我不想把这些负面情绪 都带给你 所以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都非常的小心 尽量剪一些相对来说 正面的话题 所以你可以见 真没有说出口的 那些负面的东西有多少 但我说 如果不是我 他又能跟谁说呢 罗说你要跟我说 你不跟我说 你能跟谁说呢 此外 显然 我比他所认知的 更了解他的心情和感受 罗说我比你 就是我比你认为的 更了解你的心情和感受 你不说 反而不不好 当他说 我发现我以前 一向真的不喜欢女人时 令我惊讶 还有更多的 真说 我以前一直不喜欢女人 你看 他这个底层信念 他不说别人是不知道的 但从行为上能看出来 他很长时间 就穿着一条牛仔裤 一个星期也不洗一次澡 也不换衣服 经常是这样子 他完全没有对女性的那种 特质的这种追求 他把自己当成 更喜欢自己是一个男人的样子 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赛斯来了 我们将继续口售 甚至在涉及一个所谓的 寄生虫与宿主关系的 这个情景里头 也有一个合作性的过程 就是在这里头都有合作的 比如说 跳蚤事实上是有助于增进循环的 跳蚤就是寄生虫 并且不断的在刷动物的毛 在细微的这个层面上 他们也消耗一些身体的废物 就把动物身上的废物 或者人身上的废物给消耗了 以及甚至比他们还小的生物 也被他消耗了 被他吃了 他们也保持免疫系统活跃与弹性 因为他们的存在 我们免疫系统就保持活跃了 许多疾病实际上是促进健康的过程 很多疾病是促进健康的 比如说水痘麻疹 以及其他相似的童年的疾病 以及他们的方式 自然的接种了身体 就以他们的方式 自然接种了他们的身体 就像给自己打了疫苗了 就得了这个病现在给自己免疫了 因此他能处理其他的因素 那些身体及身体环境的部分 打了疫苗之后 他就能处理他周围和环境的不利的影响 以后不会再得类似的病了 相当给自己接种了疫苗 可是当文明化的儿童 就是现代社会上的儿童 在医学上接种 以抵抗这种疾病的时候 他们通常并不显示相同的症状 而到另一个重要的程度 自然的保护过程受到了阻碍 他说天然 人小时候得了水痘麻疹 他的这种天然的免疫力 就是通过得这种病 得到的这种免疫能力 要比你后天 没有得这种病 只是注射了一个水痘疫苗 或者是麻疹疫苗 他对人的身体的保护作用 是完全不同的 就那种通过得病 获得自然免疫的 和通过后天接种人工疫苗的 显然自然免疫的效果会更好 那么这种儿童 可能不会生在他们的 医药上被保护去对抗疾病 但他们的确可能因为 因此在更晚的时候 变成其他本来不会发生病的一个猎物 他的意思说 这些人 就是小孩嘛 注射了这个人工疫苗 比如说水痘疫苗 他们肯定长大以后 不会得水痘了 因为这个疫苗 确实在这方面是起作用的 但是因为他不是通过小时候的那种自然的水痘的那种得病 然后获得了自然免疫 那他就算不得水痘这个病 他也会在以后的过程中 在他更晚的时候 就更 以后的时候 他会 得一种 本来不会发生的病 本来不会发生的病 也就是说 如果是他 通过自然的 得了水痘 然后获得了自然免疫 那这样的 他有些病 就不会得了 而他通过 接种了水痘疫苗 获得了免疫能力 即便他不得水痘了 但是他可能会得其他的这些病 而这个病 本来是不需要得的 这是这个意思 我在此就一般而言 因此要记住 你们个别的信念 思维和情绪 引发你们的史上 所以 没人是他的 在他的时辰前死去的 赛斯说 这个东西是 每个都是非常个人的 完全个人化的 就是由他的情绪 思维 信念 组成的实相 而形成的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 他什么时候该死 他就是在这个 该死的这个时间点去去世的 而不是因为得了疾病 或者得了什么病而去世的 就他没有一个人 在他不该死的时候而去死的 每个人选择自己死亡的时间 时间是自己选定的 不过 说真的 许多病症 像艾滋病这种情况的发生 是因为免疫系统曾经被如此的损害 以至于身体 自己的平衡过程中 没有允许 去贯彻到底 都像这种 艾滋病 免疫系统彻底损坏了 损坏到如此严重 以至于导致自己的平衡系统 都没有办法去平衡了 没法修复自己了 不过 再一次的 在个人 没设定他们的死期之前 没有人会死于癌症 或者艾滋病 或者任何其他的症状 再次说 即便如此 你要明白 每个人 并不是因为得病而死 而是因为他设定了 他的死亡的时间 疾病只是一个 方式和方法 带他离开这个世界 还有许多其他的条件 要列入到考虑当中 因为这种疾病 显然有强烈的社会关联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 要考虑里头 就是一个人 什么时候去死 或者疾病 会导致他的死亡 这是一个 非常强烈的社会关联性 他们发生在 社会性的族类里头 并不表示 他们必然是被传染 会传染的 就是在社会中 有些疾病 看似是有传染性的 但并不表示 他们一定会传染 但他们的确 与个人 和他们的社会 以及自然架构之间的 相互迁就 是个整体的过程 这句话说的 非常的官方 而且非常的客观 就是说这些 人为什么会得病 为什么会得癌症 或者癌死病 他的意思是说 他们是有强烈的社会关联 而这种社会性的组织里头 就是得了癌死病 比如说你会传染给别人 因为如果你跟别人 发生一些 亲密关系的话 会把癌死病传给别人 但是塞斯的意思是说 这个传染 不是说必然的 一定传染 就是不是说 你跟这个癌死病的人一接触 你就一定会传染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传染还是不传染 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关联因素 在其中 不是像你想的那种 纯生物性的 这一接触一定传染 不一定 不一定 有很多跟癌死病人 接触的人 并不一定都会得癌死病 但是 但是你到底会不会得病 这个疾病到底是 怎么传染给别人的 他们指的是这些疾病 他们的确与你个人的 和他们的社会的 以及自然的架构之间的 相互迁就 什么叫相互迁就 就是这种 社会性的和自然性的 这种两种观点 都认为 癌死病会传染 这就是一种 社会的认知 然后 它就会导致 这种传染的 现象的发生 自然架构 就是它需要一个 有一个 比如说 癌死病毒啊 什么这样的一个存在 这次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底层 是由你的这个人 比如你什么时候去死 哪一天死 都是你自己商量好的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 却是 你因为生的 得了癌死病 被传染了 然后呢 治不好了 而去世的 而这个整个过程 你得癌死病 你被传染 你最后治不好 你最后去世 这个过程 是 你的信念 系统 或者你的这个 死期的选择 和整个社会 和自然 包括自然 指的就是你的身体 肉体 就是你的社会 和你的肉体之间 达成一个互相妥协 和迁就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们是有个 整体的关系 就是说 比单纯的 我们想的要复杂 这样告诉你是 这个意思 举例而言 一个城市 可能老鼠横行 这是一个 但整个画面 会包括 全部人口的 躁动不安 表面上看 是老鼠横行 其实是整个城市 的人口都躁动不安 对社会状况的一个 极度不满 灰心的 感觉 而所有的 那些状况 在一起 会促成 那个问题 在这一次 表面看起来 是老鼠横行 但它底层是 这些人的 这个城市的人口 躁动 对社会状不满 然后非常灰心的 导致老鼠横行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艾滋病的流行 是有一定的社会属性 和社会需要的 就是一个 集体信念的一个需要 或者是一个 投射出来的 这个毒老鼠的药 可能真的 加上他自己的危险 杀死他的小鸟 杀死其他小鸟 和涅齿类动物 而污染了 动物的食物 供应 你说老鼠横行 那我们就投放 老鼠药吧 投老鼠药 会导致其他小鸟 或者其他 涅齿类的动物 就被毒死了 而影响了整个生态链 或者食物链 在这样一个假想的画面里头 昆虫也无从避免这种情况 就是它这个生态系统 会相互关联受影响 事实上 在那个整个环境里头 所有的生命形式 都会寻求一个平衡的回归 但是 回到更有利的状况 杀死的意思是说 在这样的一种恶劣的环境中 所有的生命 都要寻求一种平衡的回归 都要往好的地方去发展 即便今天老鼠横行 街道上污水横流 但是它仍然有一种 向好的平衡的这种可能性 这是三思想 告诉你的这个点 你也许会奇怪 为什么这么多生命形式 会卷入到看 卷入可能看似自我毁灭 往往会导致死亡的行为里头呢 你可能会奇怪 为什么这么多生命形式 都卷入到这种 自我毁灭里面去 或往往导致死亡的这种行为里面去呢 怎么都会咨询死路呢 但是你要记住 没有意识认为死亡是个结束 或者是一个灭亡 是一个灾难 他说 真正的意识 不认为死亡是个结束或者灾难 所以说你认为为什么这么多生物会卷入到死亡里头去 为什么自己会给自己安排一个死亡的时间 节点 为什么 其实这是罗在前面几节里一直想问赛斯的话 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疾病痛苦和死亡 赛斯这里头其实延续着上上节 再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意识的层面上 死亡没有任何的跟我们想的死亡是不一样的 他不觉得死亡是个结束 也不觉得死亡是个灾难 他都不认为 他认为死亡是一个新生 他认为死亡是生命健康状态的一种必然的状态 也就是死亡是另外一种健康 反之 却将它看作继续肉体与非肉体存在的一个方法 相反 你的意识认为死亡 只是它在意识的在肉体状态和非肉体状态之间 转变的一个过程 他是这么认为死亡的 今天下午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 但无论如何 我也启动了一些鼓励自我疗愈 信心以及幸福的坐标 他说谢谢你 3点35分 真曾因为护理照顾而被打断了一次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稍早一些 相当的早 我感觉那会是今天的主题 他说 他能感觉到这是今天的主题 他说 也许是要针对你自己的问题 他在补充 就是罗以前一直在问赛斯这个问题 其实这里头赛斯等于说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然后他补充说 我知道他还在一章里 还要在这一章里头 至少还要谈到另外两件事情 比如说在某些时代 人们大部分在三十几岁就死了 一段时期 比如说 而在通常一些时期里头则活到非常老 这里头赛斯可能会谈到这些 还有 我们脱离了自己关于死亡的感觉 而在怕他 我们不去去感受死亡的感觉 而我们害怕死亡 而死亡和像其生命的其他形式一样 它也是一种感觉和体验 我们应该去感受和感觉死亡 而不是应该害怕 就因为他跟我们生命的其他形式是一样的 而他并不会叫人们不去接种 他赛斯的观点并不是让人们说不要去接种了 不然的话 他结果是完全的困惑 就是他明明相信这种接种对他身体有好处 他已经持这种信念的人 那接种反而对他是有更有帮助的 赛斯并不是要求所有人都不要去接种疫苗了 这不是他的观点 他只是在陈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如果你通过自然接种 效果反而会更好 如果你通过人工接种 有可能会避免了这个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他话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 可能假设 在你举例子 比如说在你这个五十岁的时候 会得一种这个传染病会死去 这是你的一个自我的选择和安排 但是呢 这个传染病的是一种通过疫苗呢 可以避免的 比如说假设说是肺结核的 你可能会在五十岁得肺结核 可是你就打了肺结核疫苗了 你在五十岁不会得肺结核 不会死 而这时候呢 但是你五十岁要死这件事情 是你早就已经安排好的 那这时候你会得另外一种病 你会得另外一种病 然后你也还会死 赛斯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不让你去打疫苗 他是告诉你说 你的自然的这种安排 都是非常的神奇和美妙的 人为的想让人类统一的不得某种传染病 但是并不妨碍这个人会得其他的病 我认为这节非常有趣 这节内容非常有趣 赛斯对于跳蚤的评论 我好奇 关于要不要在屋子里用法兰克 狼威尔几天前给的跳蚤炸弹 这假定会杀死屋子里的每一只跳蚤 而兽医给了我们去施粉 去用在猫身上 实际上这会不会剥夺了 它们所谓指的是跳蚤 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共生关系 就跳蚤和猫寄生虫和宿主之间的这种 有价值的关系呢 这是罗开始反思这件事情 我开始按筹 既然现在屋里的地毯上全是弄干净了 就是说没有跳蚤了 这个夏天如何对跳蚤的情况妥协 罗开始含糊了 说到底要不要杀这些跳蚤了 妥协的意思是不是要放弃 去杀这种跳蚤的这个跳蚤炸弹 我告诉真 塞斯坦童年接种导致后来的疾病的资料 也许对统计学很有价值 显然有足够的记录存在 以至于这种关联可能找到 其实塞斯说的跟统计学没有啥关系 如果长期的努力的去找的话 这样的一个发现可能导致 医学治疗的一个修正 其实没啥意义 虽然我不确定是什么或是如何 我告诉真 这个资料令我溢测关于乔本巴洛的事情 在他的一生中 动过许多次手术 而常常满身都注满了药物 这种重复的用药 是否可能与他现在得癌症有什么关联呢 而甚至现在乔也在接受强力的化学治疗 我相信他在掉头发 今天真说他曾遇待比哈里斯谈过 而后者每周回来三晚 同时尝试 真会尝试一些自发的口售 他们也同意了 完成的稿子 每一页五毛钱 不过真不知道 在另一个人尝试一个像自传这样的情绪化的主题 会怎么样 我说让他自行解决吧 真在口售自己的自传 有人帮他记录 这个戴比哈里斯来帮他记录 而呢他记录一页就会给他五毛钱的报酬 当然是 记录主要是 我和真两个都很感动 昨天我们由莫德卡德威尔那收到了总共不止900美元的支票 今天中午我去医院的路上将他们存到那些特殊的账户里了 今天早上我没有做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内容 自我上次写那本书已经超过一个星期 他都没有碰了 好了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就介绍到这 这里面谈到了很多关于疾病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谈到了整体 从人类的角度和个体的角度都谈到了 看似比较松散在三节内容里面 但是他始终是贯穿着一个主题的 而在这里面贯穿着大量的真 个人的这个负面情绪的一些记录 和他一些底层信念的梳理 我觉得对很多人想了解真 为什么这时候没有走出来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同时也让你能够照见自己在疾病上 是不是也有类似跟真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自己一直在这种负面的信念里头 模式里头出不来 好了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 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